我難得放假 你到底約我出來幹嘛 我今天特別有一個任務 就是準備了一個復古約會行程 因為你知道最近美藝人生已經播出了 然後帶起了這個60年代的復古的風潮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大稻辰復古約會行程給你 你們知道嗎 因為這邊叫做迪化街十連洞 它是一個古蹟 然後平常真的比較少遊客會過來 我已經包裝了 不會啊 我們前面有很多人 前面是工作人員不算 而且來這邊 一場人超多人的 復古約會行程 當然少不了要幫你拍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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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真的啦 大家都稱我時尚拍照小達人 你什麼照片 我怎麼不知道你有在稱號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知道 真的啦 我們去拍照一下好不好 相信我 好啦 手氣交出來 原來我在你心目中長這樣 你怎麼拍都美 差別人嗎 這個很可愛 而且我跟你講 除了拍照以外 我後面還準備了很多很棒的行程 可以 去下一個行程走 好 去下一個行程 我要這個 哇這一個 這個喔 對 今天就是任在面會行程嗎 那你就負責要買給我啊 這是人家的收藏品啊 那邊有床 這邊起來 哪裡有床 這邊 窗 你想幹嘛啦 前面床 前面床對不對 窗 Window 妳在這邊 然後我等一下幫妳拍一張這個 我不要妳拍 真的啦 這是 這個景 我坐這裡喔 而且妳可以看到整個 有沒有 可以 也很漂亮 很美對不對 好 好 喔唷 痠掉了 什麼啦 妳是泡拍像豬一樣 我不要給妳拍了 痠掉 欸 很醜欸 怎麼可能 屁股超大的欸 那我是 我是 紅豬嗎 妳是誇張了吧 我說真的 再給妳最後一次機會 好 我拍到流汗 很緊張 我內衣都濕了 這張可以入圍那個 金蔥最佳攝影 這張可以入圍那個 金蔥最佳攝影 可以吧 有 乳子可膠液 還有樓上是不是 還有樓上 頂樓 我跟妳講 這個絕對可以入圍 又入圍什麼 要入圍 到底是都可以入圍 不錯吧 對 我把人放在這邊 然後一個燈 妳給鏡頭看 不錯吧 這個沒有99 也有100了吧 有有有 不是沒有100 也有99 你在講什麼啊 沒有99 也有100 午餐我都已經傳好了 我跟你說 我餓了 我知道妳餓了 因為妳早上沒吃嘛 有吃一點點 就是要準備要吃午餐的 我跟你講午餐我都已經準備好 廚師什麼什麼 全部都已經stand by 一點好吃喔 當然 當然 走 吃午餐 走 是不是不錯 你知道昨天啊 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知道妳很喜歡吃海鮮 對妳常常我們去做吃飯的時候 妳覺得 只吃海鮮 只吃海鮮的人 所以我特別跟這個餐廳講 妳一定要準備海鮮給人 而且這個是算是 比較古早味的特色 不錯吧 蛤蝦蟲在哪裡 蛤蟆怎麼辦 ierte 西瓜 你看 蛤蟲呢 print 蛤蟲呢 哈哈哈哈 這邊啊 別換一邊 你要吃吃看啊 好好好 你來 你告訴我 蛤蜊在哪裡 在你心裡 那你如果特別喜歡什麼食物 除了海鮮以外 日本料理 哈哈哈哈 那你是海鮮 你說第二名喔 對 第二名 火鍋 喔 你講是火鍋 所以你第一名海鮮 第二名火鍋 對 那你最不喜歡的食物 就是哇靠 真的 連碰都不想碰 你有嗎 我沒有 我什麼都吃 對 我忘了 哈哈哈哈 我們是在劇組的時候 吃便當 全部都吃完 而且他吃一個的時候 代表他沒胃狂 反正他會把整個便當吃光光 對 完全不剩 我都挑小東西耶 這是什麼 就是苦瓜 茄子啊 那個 喔 謝謝 這個是麥芽蒸蛋 麥芽蒸蛋 蒸蛋 然後這個是金包營 然後這個是金包營 軟Q軟Q的 應該是包在裡面 蝦子應該是包在裡面 是不是不錯 有吧 有中有中 不錯對不對 真的好吃 什麼味道 口感 很香 然後 那個蝦仁的味道 都有煮出來 是不是 讓你有一種懷舊的感覺 古早味耶 欸真的是軟軟的耶 對啊 對啊 你喜歡軟的嗎 食物啦 我是喜歡軟的食物啊 軟的跟硬的我都吃啦 欸他剛做的那個什麼 欸他的蒸蛋 跟外面其實不太一樣 他看起來就不像蒸蛋 對很不像蒸蛋 很像什麼 芋泥糕之類的 而且他吃起來的 抹茶 抹茶 泥 他有蒸蛋的那個口感 可是他又有 就是芋泥 可以喔 你這樣看 就很古早味 而且很香 但是你吃起來又 不會說很甜 他吃起來有一點像 那個芋泥的感覺 對不對 好像甜點喔 對 就是那種甜點啊 你真的很愛海鮮 你有沒有發現 幸福了吧 我知道了 所以 你的緣分 就是 海鮮 不是 他是 海鮮經銷商 加給一個 海鮮經銷商 海鮮大戶 OK 然後沒有離過婚 也沒有結過婚 然後海鮮大師 好 可以吧 介紹給我啊 可以吧 我要去哪裡找 那個 龜吼魚港那邊 所以難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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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